蔣祖曼平时饰演的角色类型 都是以专业人士和态度严肃为主 这日他就一改平日演惯的角色类型 拍摄警星百二秒 Jomaine也有分享当初收到剧本的感觉 是因为其实很久没有拍过一些短的趣剧 我这次其实一看到剧本 我已经觉得我要做 因为很久没有做过一些 直播是比较轻松一点 通常都是一些专业的 所以都很期待和很兴奋 我自己觉得很轻松过来玩的心态 以前做舞台剧反而有做喜剧 但是拍惯了一些长剧之后 就觉得为什么没有人找我做喜剧 其实我也可以的 所以都是轻轻松松来玩的 因为我两个拍摄 他们也是很能玩 所以也很开心 这次拍摄的经历 令Jomaine一事变爱上 她也说和拍摄团队合作得很开心 还乘机自战下次再合作 是因为其实在我拍摄之前 我有问过之前拍摄过的同事 然后我问有没有拍过《警星八二秒》 然后她说你拍摄 他们对我很好玩 超好人的 然后她又发了 我之前拍摄了这一集 我看完之后很过人 所以今天气氛也是非常之好 我首先要推荐了我自己 其实随时也有期可以拍摄的 我不是很需要睡觉 所以基本上没所谓的 如果要用人又找不到 找我吧 踏入暑假 父母都忙于为子女安排一连串活动 不知道 到Joman又有什么计划呢 很难计划 因为其实现在拍摄 节目比较密 都计划了去一个短旅程 但只计划 我都跟他们说 如果我去不到 就自己去 我去到我就会来 或者我去一半我就走 所以都不知道 应该今个月尾 长的旅行 真的很久都没有去过 看看可不可以之后计划一下 拍完这个剧之后 暂时未来也会有另一个剧 所以就 不过中间可能会有少少空荡时间 我都未确定 但是我自己当然希望可以 默默地做事 因为做事其实最开心 回到家的时候 陪他们才有意义 如果只在家 其实大家作为家长都知道 放暑假真的很难受 让我上班